各位來聽這個講座 其實這個講座是香港貪管 香港官天會合辦的一個講座系列 主要是兩講的 都是講中國古天文 兩講都是陳朱立先生負責講的 今天是頭一講 另一個是下星期六 現在我們將時間交給陳先生 謝謝 同學輝 我本來的題目是很長的 我這幾個中國古天文文購的項目 我發覺名字好像太沉 改了《萬遊中國談古天文》 但又不是 如果這麼大的範圍 我又不講不完 我只是收拾一些我自己遇到的東西 去做研究而已 講座內容有些 四象二十八宿的編排 為什麼出錯了 講十二個地支點來 講月亮的神話 閃鑽和兔子 兔子 為何這麼像兔子 月亮是外國的緣 然後就講周文王的 周文王的六十四卦裡面的錄 第一部分是四象二十八宿 或者二十八獸 我又喜歡讀宿的 因为是宿舍的宿 月光在天上云行一个月 就有28天 每晚他会在一个星座寄宿 那28个星宿就叫28宿 每7个宿就配一个动物给他 东面就配青龙 南面配猪雀 西面配白虎 北面配猿武 照样没什么事 但是发觉看一些星图 星图发觉不对路 这个28宿 如果懂得念的 就是国抗底防深美机 斗牛里虚伪失碧 桂楼为北我某参 井鬼柳星张逸诊 就配了28个星座给月光 月光每一晚就在星座寄宿 那没有事了 28宿在这里在中国百科全书 还有百科全书出来的 看他左手边的国抗底防深美机 一直下去都很顺序 就是说月光是一个 跳过一个一个 顺序跳的 但是配了四个星像的东宫青龙 就有七个宿 他一落落就去北宫七宿 东宫应该是南的 为什么去了北宫七宿呢 搜资料 看书 看百科全书都没有解释为什么这么跳 我说会不会是搞错了 会不会是画图的人画错了 想了很久 后来找到一个原因 这里有个不好的就是 就是 斗牛里虚为失碧 那个牛 那个斗 是指人马座的斗宿 但是那些人一看下去 就以为它是北斗 为什么呢 它是北方七宿里面的一个星宿 所以连这个人马座的小斗 只有六粒星的小斗 都叫它做北斗 所以你一看北斗 你就要搞清楚 究竟它在说的是大虹座 还是这个人马座 这个就是在网上摘下来的 东应该到南的 应该到西到北的 应该这个是排得正确一点的 但是它就没有解释 为什么要把南搬回来这个位置 很多图都有这个图 这幅图就是 右手边是东龙 下面去了北武 北元武 左手边去了西白虎 上面去了南猪雀 我们通常是左北向南的 你当自己站在这幅图的中间 你的背部就是下面的北方元武 你看看你的手 是不是左青龙右白虎 南猪雀北元武 不过不是的 你的左手是白虎 前面不是猪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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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边不是左青龙右白虎 不是右白虎 那为什么都做错了呢 所以这七个星宿陪的就是 东到北 北到西 西去去芬蘭 这个就很凌亂了 明明在南天的那些 牛宿日霸座的那些星宿 就篇了一座北面的元武功 井鬼柳星章逆診的那些 北方的那些星宿 井宿是双子座 鬼宿是巨崖座 又篇了一座南猪雀 那些尺座都掉亂了 那没理由掉亂了 明明是匿立西北的 那我就用点时间去想它 一想就想通了 就是我们看星人最常遇到的问题 看星人是星图举起来看的 背脊向北举起来看的 看所有星图 他们不是看星的 他们把星图放在桌面上看 那你看看我说得对不对 证明他们搞错了 现在就有一个叫灰星踢斗的现象 灰星就是斗宿前面的四个星 他们以为北斗就是斗宿 把天船、天旗、天拳 这四个星 曝了贪罗巨门 文曲 我现在讲他们为什么不适合 这个是一个资料证实 现在一直错了千多二千年 起码由汉朝到现在 就是东、北、西、南 不是东南、西、北 灰星踢斗呢 灰星就是斗宿前面的几粒 四粒 这个是人马座的斗宿 他怎么叫踢斗呢 就是他有一只脚 好像踢球那样踢起 灰星踢斗还有一个读读 占额头是连着用的 凹是什么呢 水乳 在天上面哪个星座叫水乳呢 就是这个别 说灰星踢斗呢 就是说小北斗 小斗形在别的上面 灰星踢斗独占额头 就是说人家考试考第一 这个就证明了 在讲的那些斗宿 是人马座的四粒星 不是大虹座的四粒星 他为什么错呢 我们举高星图来看 背脊向北 看上面那幅图 背脊向北 左边东 刚刚东升西六 看过眼星人都知道是这样的 接着走到南边 顺时这样走到南边 就是朱着 转过来这边西边玄武 接着呢 西边白虎 上去北边是玄武 很正确的 看星人懂得举高来看的 但是那些不是看星人 那些文人 写这些文章的人 就把它放在桌面看 整幅图 东西就没有变 放下来 南北就变了 那他背脊 就要背着北 他东之后 东之后 就下去北斗 北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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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回来西斗 西斗 西斗 然后南朱着 他将这个次序 刚刚倒断了 所以就造成 清龙之后 不是朱着 而是变了西斗 白斗 这个就是错错的地方 看看大家能否接受這個說法 把他放正 我們舉起星圖帶 背部是在圓舞 臉向著豬腳 你這樣站在那裡的時候 左手面是東面 角控抵防森美肌 前面是井軌柳星出 斗牛淚虛偽失迫 然後右白虎 左青龍 右白虎 右手面就是白虎 然後圓舞就在上面 東南西北就改回正 錯了一千年 有沒有人指出過呢 我估計一定有人指出過 但是又是給你一種習慣勢力 幾千年大家都這樣說 你跟著吧 你不要改 改就亂了 這些例子在日常生活經常都看到 這個我發覺只需要把星圖 舉分高來看 就代表了東南西北是順序的 那些星每個月光去了美肌之後 突然跳了井軌柳星 去了160度的地方 接著說完陳叔之後 又跳過來 亂了龍 這個我是第一個發言 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這個看法 我作一首歌來紀念一下這個事件 東宮青龍披輪皮 各礦底防深美肌 南宮朱雀聲不眉 斗牛淚虛疑 虛疑失迫 西宮白虎齒牙裔 灰流為某筆嘴參 北宮玄武貌珍奇 井軌柳星張逆診 所有書其實應該全部都要寫過了 這個很大件事 我只會說 結果怎麼做 留給所有專家去做 第二部分 十二個地支是由甲骨文來的 楊偉國是我的恩師 他提過 战前在報紙上報道過 有個人說 那個子字 孩子的子字 是來源於獵戶座的 我聽到這個東西 一邊想一邊想 到我發覺 可以做些事情 那時候的字應該是甲骨文的字 就不是我們現在的佳書 你要對 就不是對佳書 就是對甲骨文 上岸找些甲骨文 找出來 發覺逐個星座 頭那幾個對得很開心 很準的 天干地支 就是天干十個地支十二個 是組成中國人的 用來記載 邊年邊月邊日 就是用來編這個日子的 什麼時間都是 編日子用的方法來的 但是現在你問這些 經常用的算命腦 和你接覆 你的命好不好 那些人問他 為什麼天干地支來 他們不能回答你 那為什麼這些字 那麼怪的 有些字很怪的 他們又不能回答你 那我做完這個研究 我就回答你了 那你們看看 我說得對不對 但是要改變就很貴的了 不用說這個 不用說沒有錯的 十二個地支很容易做 因為順著月光 到那裡找就可以了 十個天干就很難做 花了一年多兩年 在今年年初才做到十個天干 但是今天不說了 留在下一堂不說 古人既月既年既日既時的工具 查溫天上面的十個天支 地上的十個地支 這個就是獵戶座 最右手邊的 左手邊是獵戶座 中間那個就是甲骨文的指字 白色那個就是甲骨文 黑色那個就是連分出來 一個四方翼 加一個身體 加一個打斜的斜線 發覺甲骨文的斜線 那個斜線 就是跟獵戶座 福六仇那三顆星的斜線 一模一樣是這樣斜的 所以說紙字 來源於甲骨文的獵戶座的樣子 可以說是完全行得通的 最右手邊就是佳書的紙字 又是這樣 有一劃斜的 那某了 獵戶座下一個就是 越高走完獵戶座下一個 就走去雙子座 雙子座對應中間的甲骨文 發覺是一模一樣的 你覺得甲骨文是很怪的 好像一個武器一樣 但是你發覺連近來的階書 右手邊的階書 都是可以用雙子座 那些星排列出來的 就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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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虎 想想老虎不應該是巨蟹座 巨蟹座只有三、四顆星 跟著天下面 藍天有一個很光的星座 就是大犬座 我現在說的英 那些是外國的星座的名字 但是不代表那時候 那些星座已經傳來中國 而是代表了那個天區最光的那幾顆星 他們叫做雙子座 我們就叫他做某 醜座 醜字 就是大家不同 但是街都是用一些最光的星來叫 醜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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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怪的 但是不怕 但是不怕 你用一個大圈座來編去 編得合情合理 那些最光的星座 全部放在中間的四方形 四方形 有兩隻腳 全部一樣 就是人字 沒有苦 謀了 看見到某叔 我也很怕 因為某叔 近頭的中文字都很像開門 但是一想 拿一個詞子做一看 發覺很容易把某叔組組出來 這個某字非常醜合 一直這樣做下去 越做越開心 神… 神字 這個神字在某某文的寫法 都是很奇怪的 斜的 不是直和橫的 都是很奇怪的 不是直和橫的 但是不怕 獅子座隔壁那個就是室女座 室女座是這樣 但是也可以 跟著甲隔壁來 做到的形作出來 越做越有信心 所以甲隔壁的字字 右手邊看 就像魚鉤一樣 大家都相信 有魚鉤尾的 是天蠍座的 不用說 那四方形在哪裡 隨便你畫 那麼多星 我都不會畫那四方形出來 但是代表它是一個字字 五 看上去好像一個大八字 那天上面有什麼星座 可以組成八字呢 天蠍座後面就是人馬座 我就這樣組成 組成了一個 兩個加起來 好像一個八字 給它一個頂 看看大家同意這個做法 我覺得它很合適 五字呢 是來源於人馬座的形狀 去到尾 看到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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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向上 兩支東西生出來 有些樹腳 我一想 摩蠍座 摩蠍座是一個V字的 上面有一個V字 下面有一個V字 就很容易可以組成 做味 看看大家不同意這個組法 身 身 身字應該輪租是寶瓶座 寶瓶座 寶瓶座是很暗的 只是一個星座就不行 這個甲骨紋的身 都是古靈精怪的 試試用這種方法組成 可以嗎 我覺得組成合情合理 也有80%可以近似度 尾 尾 尾 看上去是一個再走的容器 古代的人很喜歡 用這樣的圖詞來 圖器製造這個容器 就叫做再走 所以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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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這樣的 雙魚座 四五 人們都知道是一條魚 另一條魚在仙女旁邊 這個這樣組成 像不像這個呢 一個四方 加一個三角 做研究的人 當然是 自己想怎樣就說是對的 這樣留給你做 對不對 這個雙魚座 做了很多個有 好 摔著 摔著 摔著就是打架的兵器 鍋字 即是他的部首是鍋字 接著加一 這個叫摔著 他的樣子就是這樣的 一個三角 一枝長棍 這樣 如果你找一些光的星 就很難找到 結果要加上一些暗星 加上巨瓢 還有一顆暗星 下面那個天爐座 天爐座 天爐座有一滑 這樣 我代表它是树 好 開了 開字 挺古怪的 好像一隻牙子一樣 在這個天驅 只是金牛座 也砌不到它出來 只是漁夫座 也砌不到它出來 結果要把兩個星座拼過來砌 你覺得砌出來是不是很像呢 是不是所有該區的亮星都用了 不是要用暗星 這個 結論就是 它們全部是天上面 月光運行的 經過星座 但是有個人 大犬座沒有經過的 大犬座是藍一些的 沒有經過的 又不是個個都經過 有些就沒有經過 有些就連接更遠的星座一起砌 如果是的 主要我看星幾十年 教科書也看過 雜誌也看過 電視節目也看過 都沒有人提出過 十二個地資的文字 是來源於甲骨文寫的天上面的星區 我們不要叫它星座 星座是一個區域裡面 有些明明的星座的排列 我就希望這個說得對 究竟我是否獨自發現 我沒有看書 只是楊偉國說過一句說話 指字是掠戶了 我就做出來了 可能在歷史上有人做過 但起碼我接觸到今天 都沒有發覺有人做過 我就當自己獨自發現 如果你有發覺有些地方 有人提出這件事 已經提出了 我很歡喜 英雄所見略童 接下來就說說十二生肖的排序 為什麼老鼠跟著牛牛 跟著老虎這樣排序呢 幾十年來都聽過很多說法 去年剛剛聽了一個說法最好的 就是說在哪個時辰見得到那隻生物 或者聽得到那隻生物叫的呢 就是用那個作準 這些是看別人的 我就沒有貢獻 作出一些首詩來紀念一下它 這些不是我發現的 是別人發現的 為什麼叫老鼠呢 晚上三點到凌晨 就是老鼠最活躍的 天黑走出來找吃的 走進谷倉見到老鼠四圍叫 這兩個小時老鼠說了事 下面就是自稱天平 老鼠跌落天平 自己最出名的 旁然大物見到它都害怕的 十二生肖我走第一 用老鼠來做實驗 我們湯白老鼠 打一些藥給它 都是實驗成 牛 牛 牛為什麼半夜三更 1點到3點提到它呢 因為那時候農夫 就要出來把乾的草 很濕的草 餵它吃 餵飽它 要不然 第二天空腹在田裡耕的時候 他就會掛著找些草來吃 就不會很乖地聽你的耕田 所以1點到3點就是餵牛 所以又是牛的時辰了 到老虎了 老虎喜歡晚上出來咬人的 早上都是害怕的 3點至5點就是最天黑的時間 千萬不要自己一個人出去 否則被老虎吃掉了 兔仔呢 早上5點到7點 慢慢乾了 那些露水很多 濕了一些亂草 兔仔呢 吃亂草 看牠跳來跳去 再乾一點牠就躲起來了 因為牠會怕老虎來吃牠 兔仔的成語很少 所以只用得手朱代吐認真笨 搞吐三骨 很謹慎 吐死胡卑假細心 月宗肉套有一份 就是說月光上面也有股肉套 等一下會講牠的了 講龍了 到7點至9點的時候 那些山的露就出來了 在露裡面搖來搖去 走來走去好像騰雲教 所以這個時辰就給了龍 這裡讀一讀 碎龍之一謀特奇 鱷駝的頭牛的鼻孔向天 黏魚的鬍鬚套走一眼 臉很怪 六角獅中毛 頭後面的獅中毛很神奇 鱷魚口蛇身 好絕配 如麟如美 披滿身披 虎枝鷹酒 老虎的上下枝 加上鷹酒 強兼大 葉氏好龍後世姬 葉氏就說很喜歡見龍 看到一條龍出現 就嚇到牠走投無路 這就是老虎龍的幾個特徵 蛇 9點到11點 蛇是冷血動物 要曬太陽才能活動 9點到11點就是蛇 出動曬太陽的時間 矯弱又龍 貪心人失不足蛇吞醬 為什麼要吃人呢 沒有辦法 這是名訴註定 馬 11點到3點 馬是吃飽草 開手叫的 早點的時間 牠只顧著吃草不理你 吃飽了之後 整群整群在草原裡走來走去 七律就說 拆騎大漢打東歐 就要靠這些馬 這當然是成吉思汗 漢契驅趕兇奴走 漢武帝 得到天馬 養大牠 拿來趕兇奴離開中國 赤兔中心絕被死 這個就是 是誰呢 塞了 是誰 關雲牠 聽不到 關雲牠 不是不是 赤兔是關雲牠 赤兔是關雲牠 抱歉 去換錢 這個就是李伯 這個就是李伯 徐彬鴻寫這個畫 最入神 他是我們人類的好朋友 最服從的 什麼意思就是羊 羊也是 是的 早上吃了草之後 過後 在大地那裡叫的 這個是不是親身經歷過 不知道 就是我見人這樣寫 我就寫了出來 最主要是猴子 猴子 猴子在日落 之前會在那裡吵架 很厲害 我去到洞 吃飯公園也是這樣 4、5點 就看到猴子 猴子 猿在那裡叫 白艷橫皮 大勝出山 孫悟恐都會去一份 好 公雞 公雞在 早上 雞蹄其實不是 雞蹄 四點鐘 黑蚊蚊四點鐘 去看一看 光了之後 九點鐘就看一看 這裡只是說 他在17至19時那時候提 即是日落前後再提 不僅僅提 那些母雞保護 麻鷹捉雞仔也很厲害 你看那些雞仔在 他媽媽的腋下 狗 最後這個動物出現了 狗整天都是睡的 晚上就守住屋門口 有人走過就廢了一整晚 這個也是人類的終身朋友 所以這個編排 我覺得比較合道 以前說的那些 說老鼠怎麼偷 把貓放在地上 就流了一隻豬 豬呢 九點至十一點的時候 夜蘭人靜 那些人就帶著一隻豬公 去每個豬欄裡 受精 然後又趕去 那隻豬公就很肥很吵 所以那時候 吵嚥很厲害 就是他給了一個時辰 好 第三部分 說說月光 說月光的詩 就是蘇式寫的水調歌頭 他寫了幾樣東西 就是明月幾時有 究竟他問明月幾時 而升起呢 發覺不相似 可以看嗎 斯盧華在《明報》寫的小品 就說 他其實說 開明的朝廷 開明的君主 什麼時候有 說起來又很正確 我欲成風歸去 因為以前在那裡做過官 被人貶了去遠一點的地方 被人… 他還沒坐牢之前 做過八個州的州目 就是管理的那些八個州 他想回到朝廷中心 成風歸去 但是又怕那裡瓊流 欲宇高處不升寒 下面就寫 他人世的悲歡離合 還有千里共賤捐 那些賤捐的兩個字 我們可以解釋一下 除了寫了一首靚詩之外 蘇式曾經受過烏台詩的冤案 就是黃安石那些政變的新黨人 抓住他寫這些詩 拿去違反朝廷的 拿去含沙石 已經罵皇帝的 坐牢了130天 幸好很多人聯名 向皇帝求情 才免死 發佩黃州 在黃州捱虎 在黃州那裡耕田的地方 他就叫東波 他自己以後就叫蘇東波 這首詩可能都是當時 是烏台詩冤案裡面的一首 使他有份受了開的一首詩 是這個 這裏就是廣師套說 認為是開明的君主 或是開明的朝廷 如果是這樣 就讓新黨人抓住雙腳 你現在在畫 含沙射影 說成因 說天文當然要提醒 有幾個學說 抓到複獲說 有一顆小的月光 走到我們的地球身邊 被我們的地球引力忍住 但是這個 用電腦模擬也很難的 因為那顆星 由電腦引力牽引 多數都是飛走的 這個沒有人接受 所以有人提出第二個學說 就是分裂說 在地球形成的時候 轉得太快 放了一個月球出來 這個又很難的 因為地球真的這樣轉 放得多 整個地球都會散開的 不是一定是放一個月球出去的 所以人又不滿足 又說第三個 兩個一起散生的 大個堆質量叫做地球 小個堆質量叫做月光 這個 又是沒有什麼證據 證明你真的有這個事情經歷過 最低最新的那個 就是撞擊雪 說有個好像火星那麼大的行星 撞到地球 撞散了地球之後 然後一部分大一點會造地球 小部分會造月光 這個情節更加複雜 如果這麼大的星球撞到 撞到碎了飛開走 就不會有兩個質量中心 要找清楚 究竟用哪個學說對的 應該還要更多的證據 這些就是認為 到現在都不可以定論的 月球是什麼時候 但是月光上面有海 那些海是大的隕石坑 被隕石撞擊之後 地底的流動的岩漿 我們叫作圓武岩 就滲了出來圓武岩 就滲了出來 然後鋪平整個大海 圓武岩是黑色的 所以看到一些黑色 一圈圈圓圓的黑影 這些黑影就是很平滑的圓武岩 我們叫它海 但是沒有水的 不要以為有水 《看明報》 有張西夢和古明德都提過 月亮的神話 吳光、玉套 最早查過的古籍 也只是查到漢朝 漢朝那個班超 那個女生編的《天文誌》裡面 提到有月光、有常鵝、吳童光 再遠一點的源頭 為什麼會有常鵝 常鵝和吳童光有什麼關係呢 從玉套有什麼關係呢 沒有人能回答這個問題 但是我又和我自己 剛剛學看星的時候 說法不同 我一直都覺得那些神話 是從月光到來一定有緣有緣有緣的 我自己就嘗試去推測 會不會是月光上面那些海的影 你看上去什麼都沒有 只有月光和黑影 會不會是黑影組成不同的東西呢 有時候月光會轉的 南面指著地球 我兩隻手指是南邊 我月光南邊是這樣的 轉到這裡向地平線 轉到這裡又跟這邊的地平線 所以月光在不同的地方 有不同的樣子 最主要我看這本書仔 中華書局出的絕版 天空我一家人那裡提到 月光上有一些黑的斑慢者 我曾經常見到的老婆婆 常常給小朋友指點 那裡的棵是玉樹 這裡不是有隻白桃嗎 其實東都不是 是大海的 還有玉定瓶樓 誰看月光都看不到 它有玉定瓶樓 圓形的東西 怎麼會有四方尖的東西在這裡 但是右邊的圖真的畫了 是玉定瓶樓 白桃 吳光 玉定瓶樓 那玉定瓶樓怎麼來的呢 就是因為蘇式那首詩 有提過玉高處不生寒 這個就代表月光在哪個位置 樣子又怎麼跟 東邊升起或者特別是上言語之前 你就會看到那個樣子 好像有個女生 那個女生就叫做行我 就像陰晴圓缺了 這裡就是月索 就一定初一不見到月光的 一定不見的了 初二就見一點點 它要照光的地方讓我們看到 月光的整個半球都被太陽照光了 只不過我們的位置 看到發光的地方 遠一點的地方在後面看不到 但代表它一定是半個月光 被太陽照著的 一彎是新魚 叫鵝眉魚 通常新魚鵝眉魚 一定在西面日落之後結的 日出之前結的那個 就不可以叫做新魚 那個叫做殘魚 這個一定很容易 很多人都搞錯的 那就是粒魚 這些粒魚 上弦魚 然後凸魚 凸魚 檸檬魚 然後滿魚 滿魚就是圓的 叫做望 然後望之後 太陽照的那方面 又慢慢被月光自轉轉到後面 我們看到的就是 下弦魚 粒魚 殘魚 看過有些人作家寫的 在黃昏時間 看見一包含殘魚在西天 那就是說 不對 殘魚不是在… 樣子是殘魚 但是不是在黃昏後出月的 這個就是 很多人都搞不清楚 月光是怎麼來的 月光一定是半邊被太陽曬著的 好像下面那些十人圈 但是地球看上去 因為它在不同的位置 看這個位置 一點都看不到 所以叫做梳 接著這個 是初三左右 走得很遠 幸運 這個初三位置 你會見得更多 所以有第二、第三個 第三個上弦魚就是這個 有一半看到 另一半看到 看不到在後面 所以月光的營規圍上去出現 就是因為月光在天上面混轉 繞著地球空轉 去到不同的位置 地球看到它發光那部分 反光那部分的形狀 就決定了月上了 這個很欺人的 有時候解釋完 很多人都不明白 那就最好自己做個實驗 找個電筒 找個電筒 上弦魚的時候 有個女孩好像在月光下面 在月光下面獨自 看看 這個頭 這個身 手握著 軟地 好像四方形的鏡 你的電源還沒有更新授權 這裡 看看可以嗎 不好意思 按一下 謝謝 所以說月光有個常鵝 有個叫行鵝 早期叫行鵝 後來漢文帝流緩 出來了 緩字和行字很相似 所以天上的月光 裡面的神話的人物 都要由行鵝 改成常鵝 你覺得嗎 我覺得常鵝這個故事 一定是由這一部分 在月光的月光的形狀 組成的 所以 就有月亮神話的出現 常鵝為何又走上天 把故事編的故事的人 挺好 挺厲害的 講遠一點 他說在漢朝 班超的妹妹又叫班超 打兇奴那個叫班超 妹妹又做班超 就在淮南支裡面記錄了 在漢的時候十個太陽一起走出來 燒和尖 看到田裡的和道草木都燒焦了 而紋無所食 這裡寫在漢帝 有時候說新帝 那時候很混亂 有時候說天帝 就叫後毅的毅 後毅是另一個在周朝有窮國的君主 叫後毅 因為他比這個毅 這個毅 在甲骨文士之前的時代的毅 叫他射了這十個太陽下來 他射了九個 九個烏街死 烏鴉死了一個太陽原來一隻烏鴉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太陽上面的黑子有時候像烏鴉 所以認為太陽死了就變成烏鴉 那些雨液墮落地方 這個搖帝就是 閃藥位置 搖信搖信 閃藥位置的搖帝 我們在後面的資料會提到 為什麼有九個太陽呢 我相信是古人曾經見過這種患日 叫做申多 在這個天空上面很多冰晶 水氣營結成冰晶 在某個角度反射太陽光 數下是否九個 下面有五個 上面有三個 上面有一個 上面有兩個圓圈交接的地方 有時候會更光一點 就會有一個 所以有九個 後偽射日的意思就是這九個太陽 為什麼還有十天 那個不能射下來 射下來就沒有太陽 更慘了 有九個太陽 我覺得這個是 偽射九天的神話 就是這樣產生的 殺死了那些烏鴉 這個故事又起婚的情節 就說這些烏鴉就是天帝的兒子 你殺死他 生氣地把你們夫婦貶為凡人 藥的老婆就是杏鵝 把他貶為凡人 杏鵝一天就在旁邊吵他 你也是不小心的 叫你做事而已 你殺人 搞到今時今日 我倆都落人間 受生離死別的苦 那行鵝 日鵝夜鵝 阿毅唯有去昆倫山 找西黃武 就求了不死藥 誰知道 被行鵝 吞了兩人服飾 兩個人用的不死藥 飛了上天 新興似箭飛了上天 首先就叫魏射九日 叫我們做事小心一點 有沒有另一個方法不射下來 這個就是衡量些 兩利取其重 兩害取其輕 做些事對人民大眾有益的 就最理想了 這裡在漢朝那些墓壁畫裡 是太陽 太陽上面有隻黑鳥 太陽黑鳥 或者三竹烏都是講黑子的 日出黃有黑氣 大如前去日中央 因為在北京風沙很大 風沙吹了上天 就不能學到雲 雲會把影像變形 是看不到的 黑雲後面 看不到太陽 但風沙不是 風沙很細粒 風沙月厚 陽光一直減光 但你仍然看到 圓圓圓圓圓圓的太陽在天 有黑子的 大一點的黑子 肉眼可見的黑子 就被人看到了 有時候就像烏鴉 有時候就像三竹烏 所以黑子就 用烏鴉來代表太陽 就是有這個原因 這裡有隻三竹烏 三竹烏有人說 為什麼呢 有三隻腳說天鳥 搞到月光的蟬鎚 也說三竹蟬 其實看不到蟬鎚有幾個腳 只看到半邊身 有三竹蟬 這就是行和蟬鎚的理由 你發覺歐畫出來是否像一些 他吃了兩副藥上天 去到南天門間不讓他進入 沒有護照 唯有去廣寒公主 廣寒公主是月光 月光上面有肉套有蟬 為什麼有這兩個動物呢 什麼都在問過 唯有一個解釋 有人解釋就是 尚鵝幻化出來的 變身出來的 有尚鵝就不見肉套 見肉套就不見蟬 蟬蟬又不見肉套 見肉套又不見尚鵝 即是他們是替身 那究竟行鵝 為什麼要吃了那兩副不死藥呢 連詩人都問他了 究竟他是背叛丈夫 還是想報復 去到宋朝 有記載就是 把故事作多些 說魏的徒弟叫馮蒙 想搶那些仙丹 行鵝就把他放入口 不小心吞下來 所以看到 見物造了神話 神話都可以改變的 名字可以改 遭遇可以改 原因都可以改 這個就是中國人對神話的特色 這個就是 其實每個人都不相信 不過當故事這樣聽 這裡 講起這個故事 一定要講一下這個故事 教導了我們什麼 人家庭最重要的 但是你看看 英式的結婚就是這樣念幸我 你會說 你會說你為我合法妻子 這樣就停止了 為什麼呢 英國人是法治國家 他們只是為了解決法律問題 你還沒簽這份藥 還沒做宣誓的時候 你有什麼三場戶短呢 你的所有財產都給了你父母 但是你簽了這份藥 男方女方的財產都會給對方 所以 似乎就好像 只是從法律角度 考慮一個婚姻 就不是考慮到家庭 對人 夫婦之外 所以我覺得 用基督教 天宗教的宣誓 就好些了 我承認你做過合法妻子 無論環境、信息、疾病、健康 都永遠愛你、尊重你 終身不如 這裡起碼有個誓言 英國人那些不是誓言 是為了解決財產問題 那記住 哪些人最生氣的就是你家人 因為你什麼不好的地方 都記住了、掛念了 吵架上來就把你全數出來 那你就最慘了 但是千萬不要這樣傷害你的親人 你就破壞了家庭 可以以後都老死不相往來 還有 還有人來做錯者 不要去懲罰自己 激怒自己 最慕懷這件事 行俄的場面有什麼好呢 只得起舞弄青影 不止在人間 最重要的是 有一撒那光輝 那邊永恒 我們人類的壽命 相對於宇宙的壽命來說 真的快到一撒那麽快 但是如果能夠在一撒眼裏面 創造一些對人類有貢獻 研究一些科學成果出來 對人就可以有永恆的光輝了 你想留芳白世帝為臭萬年 小學那時候的老師 經常教我們做什麼 就是在這兩個說話之中間 很特別 我這麽大一個人 未看過其他書 提過月亮的神話 是來源於月球的陰影的營造 我見到南兵大學天文系的 退休教授徐鎮韜來香港那時候 他回答我 在中原地區 未見過有神話來源於月光表面陰影的說法 沒有的 因為看百科傳書也沒有 看天文奧者雜誌也沒有 看中國天文也沒有 看所有報紙都沒有人提過這件事 那為什麽呢 我想都要找些原因的了 原因就是 早期的 普通人不想看天的 只有天官負責看星的人可以看天 其他人不想看天 不想騰天 接著另一種 中國人只有木簡、竹簡去黑 寫字有很多 但未試過在紙上畫過月光出來 這部分就像上俄 好像這邊那樣畫的 原因是否這樣 我就很肯定地告訴大家 這些人的… 這些神話的來源 是來源於月球的陰影 這些陰影除了有上俄之外 其他東西我逐個跟大家說 我看到兔子燈 那兔子燈 為什麽有隻兔子 左手邊那是兔子 不過說得很熟 最早出現了 在不原的天文裏面 夜光何德?死則又欲 揭力為何而故兔在福 他就說夜光就是講月光 你有什麽德行? 為什麽你這麽聰明? 由滿月變成殘月之後 死了 初二又見你三分獎出來 為什麽?你有什麽德行? 我告訴我 為什麽肉肚 他走到月光中間 在你的肚子中間 揭力為何?有什麽利害? 這就是不原問天文裏面的兩句 這就是看到月光 月光裏面還有個丫鬟 這個丫鬟 不知道為什麽突然走出來 這個就是玉桂樹 為什麽?秋天看月光是最好的 秋天玉桂樹就是開花 結果最香 所以就是玉桂 兔仔蟬 不是青蛙 青蛙的背部是滑滑滑滑的 蟬滑的背部有很多鈕 見得到的就是蟬滑 蟬滑滑的 兔仔就是這個 兔仔有很多人畫法 但我喜歡這個 因為他好像拿著一些東西 在大藥盆裡搅藥 或者種藥 拿著一些棍子去撕爛藥 但是作故事 個人又沒有說明 他種藥來做什麽呢? 沒有解釋的 在漢朝的報白上面 陪葬報白上面 找到一個紅面 就是尚俄 這個蟬 這個蟬 這裡有隻肉套 在一彎身於上面出現的 淮南寺就是剛才說的 那些超編的人 偽請不死若於西方武 偽妻行蛾 賓與頭身於月 視為蟬 而為月精 即是變了 那邊有一個蟬 又遇了黑料做什麽呢? 解釋當時是日月食 月光是蟬 黑料是太陽 在諾陽古壁畫裏面 就有福氣 男的蛇身是福氣 女的蛇身就是女窩 月光有什麼?太陽有什麼? 就在這裡寫 有時候你看一些戲劇 就說 捉人蟬公折櫃 去蟬公 蟬公就是月光 折一些貴樹 那為什麼呢? 只形容它高中狀元 但是為什麼蟬公折櫃 是等於高中狀元呢? 又要找人去考究一下 好了 蟬真的在這裡 你平時去餐廳飲食見人 人家放一些吐前的 你以為只是吉利 不是的 它的來源就是這裡 這隻蟬的背部有很多凹凸 這些凹凸 一個大嘴 吐出來的前面 一個個圓圈的就是前 這個羽耳吉祥 身氣疾 有幾個人物 雖然身氣疾就寫了 可能今晚的月光 可愛今晚的月光 可愛今晚的月光 你去哪裡?前路游游 這個世界上還有其他人間 我們這邊的月光剛剛沉下去 在那邊的光影就在東邊升起 你在天外 是不是萬無目的地走? 凶悍嗎? 但不是的 似乎有些東西有規律 每逢秋天來的時候 長風就好好送中秋 北風就會送中秋給人間 飛鏡月光沒有跟隨 你有沒有生根來綁住你 行俄你又不嫁 誰留在你上面不嫁呢? 但你又說月光西沉之後 會經過大海 你問海 為經海底 問無油有沒有原因? 但你這件事 就使得我發愁了 我怕大海裡的長瓶 中環觸破 在大海任意中環觸破 會撞掉月光上面的浴電瓶牛 蝦毛 就是大蝦毛 潛脫了 可以游水而已 但浴肚又如何解決沉落水裡的問題? 如果說大家都沒事 為何你又慢慢 由滿魚變成一輪殘餘 這個心理鎮問得很好 你還看到什麼? 除了蝦脫 這部分你看到嗎? 應該有很多東西要畫出來 我看到有一個人 我摘個雞 雙手還拿著 如果四方形的就是斧頭 這裏有一個腰 這裏有雙腳 那些人看到這個神話 就作過神話出來 作過神話就是什麼呢? 吳光 你說像不像吳光嗎? 插波樹 為何有棵樹 他為玉皇大帝養神龍 但一夜大醉 喝醉了 神龍走了 所以被人罰他在月宮斬這個貴樹 斬他也不認識 斬一刀他又生回來 斬一棵下來 跌下來上面又生回來 所以叫人做事要尊重 不要在工作時間 去做些不應該做的事 包括喝酒 知錯能改就最好了 但這個罰得太重了 喝一晚酒就罰了一千年 在雪崗上斬樹 有沒有緋聞呢? 沒有的 見月光的尚和就不見嚴光 見月光就不見尚和 沒有緋聞 有些人說一篇一篇 這裡好像一個袋子 紙袋 袋裡面帶著四方形 是本書 本書是什麼? 本書叫《因緣冊》 上面寫著順勢天下男女的姓名 就是夫妻的姓名 那邊有個月光 所以這個月光就看到神話 變成一個月下老人 月下老人不是月光在頭頂下方有老人家 這個解釋是沒有意思的 每個人的頭頂也有… 上面有個月光下面有很多人 這裡特別解釋的是月光西夏 差不多到氣平線了 他站著一個老人在那裡 都說不太好 不要說不太好 我再作過 那些古人作過的東西很厲害 那個不是月光 那個是一個大的紅線球 用來做什麼? 這個大個紅線球的線是紅繩 晚上他會牽著一個男生的腳 又會牽著一個女生的腳 如果這樣被人牽著 赤絲是竹 他們將來會做夫妻 所以越老 求姻緣的 就是多得這個紅線球 為什麼這麼大 但是全世界的人都是靠他綁 你說大不大過 中國人的神話很完美的 作得 這個就… 這裡有個袋子 桌上有本書 櫃樹下面 月下老人其實有個月光在旁邊 月光又可以變成… 說月下老人要提提這件事 不要相信天上的神 天上都是作出來的 不…人間事不問洗塵 自己幸福就夠了 在西湖的烈老殿裡面 有對戀是這樣的 連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屬 事前生住定是莫錯過恩怨 這些都是我認為 月光的海的陰影 變成神話故事的過程 我有空就作首《中秋龍月》 《非鑑》 即是月光 《中秋分外名》 《冰淪為上有虧形》 《尚鵝英悔偷靈》 《瀟老傭源是尺城》 《白肚忠藥醫病患》 《蟬除套是不滋生力》 《吳光佛貴會埋口》 《玉電禽流》 《怕巨禽》 《中環觸破玉電禽流》 《中環觸破玉電禽流》 如說寒感孤寧 這個當然是常鵝 渴求呼毅到天庭上 呼毅 阿毅上來了 常鵝後悔復靈藥 後悔了現在 月老重新是赤赤 月老很甘心情願跟他們夫婦 綁回來赤赤 好了 解釋了這部分 肉痛蠻蠻在做什麼呢 白兔煉丹非力勁 白兔中藥拿去煉仙丹 那些仙丹是用來飛上天的 那些仙丹就是煉給藝食了 飛上天 吳光燒貴座工程 煉丹爐當然要燒東西 燒什麼燒吳光 砍下來的樹 一滴滴燒 潛錘套閃 痛空都潛 要重申辦婚事當然要花錢 肉斷瓶流逐斷情 把這個故事完美回去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這個結局 到這裡就要解釋一下禅娟 禅娟是怎麼來的呢 禅娟是從甲金門不見的 到秦朝的時候 李斯做小船的時候才見的 他怎麼做呢 他有一個女生 右手邊一個女生加一個單字 單身女生在哪裡見的呢 地上的個個都很少 天上的月光有一個單身女生 那個捐字很明白了 一個大口 這個口不是我們這個口 我們這個口是U字上面打畫 甲金門門的那個就叫人口 這個大的四方就是 舉頭上面一大片四方 或者大片圓形的 所以這個是天 天上的月光裡面有個女生 天上的月光有個女生 這個就叫做娟 所以千里共蟬娟 蟬娟這兩個字簡直是常鵝等好的 就不是普通一個女生 你可以叫她做蟬娟的 好 到那些兔子了 我一直都不明白兔子的兔子 兔子和免字為何那麼相似的呢 沒有了點就是兔子 就變成免字了 試一下去想它了 屋頂下有一個人的 屋頂下有一個人的 就是安字平安安字的女生 但是甲金門的免除那個免字 屋頂下有一個人的 不分男女也可以 所以這裡是一個人字 這個免字和這個安字很相似 免字和安字很相似 所以在做小算的時候 他們就想一下 免字是否可以用另一個字來代替呢 教育人裡面的兔子就是這樣的 有一點的 你可以說美巴也可以 說她的分別也可以 這個兔子就是這樣的 現在說要將一個女生轉化成另一個東西 哦 月光上面有一個神話 常鵝可以變成肉兔的 我們就好了 這個免字以後就叫做 一間屋上有一個女生 那個女生就是兔子了 那個兔子化成肉兔嘛 但是那個兔子又如何把免字拘開出來呢 不外了一點 那個兔子不外了一點 就是由兔子變過來的 那為什麼可以這樣變呢 因為安字的女生 是月光的女生可以變兔子 兔子又可以變成面字了 如果大家不同意 你就找一個更好的理由 解釋為什麼那個免字和兔子那麼相似 而那個免字又可以這樣解釋呢 我自己就接受這張解釋了 到第五部分 經常說不要說人家崇拜外國月光是完的 我就說不是真的完的 月光在外國給中國完的 每當十五我們見到天上的月光還沒完的 原因就是我們地球是圓形的 我們中國在國際更日線 太平洋中間的線路 國際更日線的最東邊 而索呢 即是說初一一定見不到月光的零度 就會在下午的十二點 十一、十一、十二點開始 第二年就遲些 第三年就早些 第四年就早些 有相差成十三個小時的 即是比真正的索半夜十二點的距離 有時早十三個小時 有時時十三個小時 這兩樣東西加起來就使得 月光去到我們看上天的十五個晚 月光還沒完完 因為索半夜太遲起步 現在索半夜有時會長一點 就更加使得索半夜向十六吞 所以我們在地球的東邊這個國家 十五看到月圓的次數 少於歐美見到十五個月圓的次數 這個就用數字來解釋了 國際索半夜線是在太平洋中間的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查一下 乖乖乖乖地轉幾個彎 總之有條線在這裏 我們中國太近的國際索半夜線 所以有這個現象 統計六十年內中秋月圓的統計 八月十五元的只有二十一次 但是八月十六元有三十一次 多了十次 八月十七還有月圓的呢 有八次 就是這裏加起來剛剛六十次 所以中國想在八月十五 任何一個十五看到月圓的次數 都比外國少 在外國因為索半夜 雖然退後了 所以他們已經十六了 不怕十六 整天都是月圓的了 這個就是我認為 外國的月亮比中國月亮圓 而不是眉外 而不是崇洋 好了 我又跟月光有很多滿意 月光有一個陽十個海 它的命令怎麼記呢 一個陽十個海就是這樣的 遺之又是這樣的 有什麼一次方法記了它呢 羊就是風暴羊 最左手邊的風暴羊 那些海的名字就是打出來 我就用了一條截線 一截、兩截、三截、三截線 將它寸敗 下面那五個又將它一條弧線連上去 冷雨情氣淨、濕雲走風危 一場冷雨澄清了空氣 那個氣跟那個氣 但同音 萬賴皆淨、冷海、雨海、情海、氣海、淨海 讓這首詩連上去 這句連上去 露濕烏雲喝酒都消除了 豐富了交通意外的危機 小心駕駛 一條截線 以後你懂得念 冷雨情氣淨、濕雲走風危 那你就知道月光 那一邊那個就叫危海 那一邊這個叫雲海 那一邊這個叫雲海 那這個是我自創出來的 那不是抄書的 沒有人這樣叫 那很多同好都覺得很好用 宗教的神話就是見聞、見物、造神 有人認為這些人畫神話的主角、內容 都可以變成的 所以中國人不是很怕神的 到現在中國人自己本身 那些神都是借回來的 佛教那個都不是神 如來佛祖是一種學問 佛教是一種學問 那道教有一點神話 但編得古靈清怪 又是太上老關、又是王大帝 那有多少個人信呢 那麼越來越少人信 但在外國有本《舊約聖經》 如果你是讀過《舊約聖經》 你應該知道了十屆 都是用來限制人不好做的事 以及應該要孝順父母 如果你能夠遵守十屆 那個人的質素就會高於中國人 因為中國人什麼都敢做 沒有蛋白質的奶粉 都可以給寶寶吃的 你說怕不怕 顧潔江應該在文國初期的 就是他曾經寫過 他說歷史書和石牌書的故事 都好像火爐上面的爐灰 一層一層這樣蓋 最新的就蓋在最上面 你看到最上面那個 你就不知道最底的那個是怎樣 現在中間很多人改的 歷史書也是一樣的 現在說奏和 夏朝的皇帝阿傑很荒人 為什麼? 雙朝推翻他 說自己要推翻夏朝 那一定要說夏朝很壞 由雙朝的人寫夏朝的歷史 重點會讚夏朝 這些原因 政治上的原因 看到我們現在看到很多事 都是好像火爐裡面的爐灰 面那層蓋著底那層 底那層是怎樣的 真相是怎樣的 沒有人知道的 《月光》的詩詞還有很多名字 《月輪》、《桂江》、《蟬光》、《蘇鵝》 《蘇鵝》、《金塔》 這個是抄師文學者的 接著我又有些衛相的圖 給大家看看 很特別的 我找出來的 左手邊這個是 把卡插進機器裡面 下面會變成MON 最特別的要大家留意一下 天上的行星究竟遠於月球 還是近於月球呢 如果月光不見那部分 是否可以這樣看穿去呢 這裡應該是黑的 這幅圖也是 月光的部分 暗的部分也有物質 星星是遠於月光 所以月光應該遮住它 不應該 現在這樣就真的咬了一口 不要以為小兒科 我看過有報紙賣了一幅畫 叫月夜 四十萬港幣一個 你看看月光是這樣的 月光的彎越向上 那個彎越向上 就是代表太陽在上 這個還是不是月夜呢 我發覺我用四十萬買了一個錯體 初一到十五是這樣完成的 這個很出名的一間月餅店 慢慢由虧變成 零變成十五 這個像什麼 月餅咬了一口 日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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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教育電視 退休了 有空 教育電視可以逐個看 看到又有些奇怪的東西 月光可以這樣變變變變 變成這樣才完結 我寫了一封信去教育電視 他們說 不是的 我們的作品是經過專家評判的 我說你不要專家 你打個電話去看管門 打個電話去天文台問一下 都不改 結果要天文學會的委員會 覺得也是要改的 正式、荒蕪的寫信給他們 他們說我會改 你比較真實的月上變化就是這樣 不會有一口被咬了 可能早期的 大家都沒什麼想拍到 做出這個錯誤 但這種現象 看電視節目 一到八月十五的節目 月光都是這樣變變 不要了 我都不寫信了 寫信都沒有意思了 要爭取一大餐 又發覺 香港油膏出了一部 群山系列 獅子山、八仙嶺等四個 我看起來比月光還好 但是站在這個地方 看八仙嶺 是否站在南邊 看北邊 月光是一個天體 最厲害的 都能走到我們天頂 二十二度半 過少許的 月光的軌道不會到這邊 這邊上去三、四十度 竟然出現個月光 我寫信去明報 明報就說 不可以 你一人之言 我怎麼知道是否正確 他就找了太空工的黃耀華 我們的老朋友 黃耀華就說 是呀 陳先生,我覺得沒錯 不應該的 那裡沒有月光 還有 你下面那些光 就代表在左邊來 月光的光 就代表在右邊來 那就更矛盾 月光的彎 就對著太陽 但是你的山 就是左手邊射過來 結果 結果做成什麼 我想買了一套來做 紀念 買不到 我手上只得這個 這個還是會員 我徵求會員 這些會員 電郵給我的 不要笑 很多國家都把月光 和一顆星搞錯了 伊斯蘭國家裡面 很崇拜一個叫 月牙的新月 新月 新月 大家都知道什麼 一個新星 新星爆炸 那時候是月牙的 但那些人寫地圖 那時候 將新星 從這裡搬到這裡 我們說過了 這裡是什麼 這裡 這是月光 黑色 我們看不到的部分 是固體 那現在變成什麼 現在變成了 上面有個大隕石坑發光 就不是新星了 這個好些 這個 但是這裡只有四個國家 你有興趣去查一下 還有很多國家是這樣的 他不敢說國家的名字 得罪人 好了 說到星 很多國旗都有星 為什麼星那麼崇拜 人家放了五十個 我們也放了五個 我認為在雙星雙黑的圖 中醫的雙星雙黑的圖 裡面 就體現了五角星的出現 藤藤圈那個 水利木 木利火 火生土 土生金 藤藤圈的 但對面是黑的 金黑木 用鑽去鑽木 木黑土 這棵樹 鑽固了泥土 土生水 土黑水 攔著水做水陀 水是黑火 淋色的火 火去燒泥土 最重要是金屬 這就是一個五角形 我認為中國人 是更早比國人 覺得星應該是五角形 為什麼 因為中國人很喜歡五的 五隻手指 五個行星 五種顏色 五種鼻道 五個山額 五個心臟 是很不同的 但是我們的五弟 那五個帝 是會透露出來的 又是神龍市 又是烈山市 又是赤標市 這個不知道為什麼 那為什麼 那一個五角星 那麼多國家來使用呢 原因就是 在中世紀的傳教士 做研究的時候 我發覺五角星上很多線段的比例 都有一個叫黃金分角的比例 黃金分角的比例得出的是什麼呢 一是0.614、0.618 一是1.618 大家看到ABCD的超過了 B超過A就是0.68 A超過B就是ABCD大家去找 代表了黃金分角這麼好用 它是一個叫菲波納茲數列 上面是1、2、3、500 這個菲波納茲隔壁的除數 是做出來的 2超過3、3超過5、5超過8 一直得到一個近值值的就是0.618 這個就是黃金分角 除了在星上可以看到 在很多地方可以看到 鄉易葵 有順時針數的那些牌數 那些行數 跟逆時針的行數比 又是黃金分角的數 0.618 菲羅也是最後晚餐的畫 也是 連瑞典的建築物 這個應該是…不是瑞典 是哪裡 希臘 是吧 亞典 亞典 亞典的建築物 都是符合黃金分角的 不僅僅是那些狗 人面也是 這個好像張子儀那位 她也是說黃金分角 她身體在手上腳上 也是黃金分角的數 甚至誇張得說 一個鷹舞鑼 她的曲線都是黃金分角的曲線 因為黃金分角可以由聖方 慢慢的角連起來變成一個曲線 但這是不對的 這個應該是Log對數曲線 是LogE LogE的曲線 就不是黃金分角的曲線 包括我們銀螺系的旋魔形 都是屬於對數曲線 這個就是對數曲線 跟黃金分角的曲線 是有差別的 後來我做的很簡單 一個數成一個數 如果我第一次說 波斯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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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斯菲…波拉素裂 就是第一項 我用一個Excel好了 跟我計算就可以了 我計算出來 最後到了1.618 就是這個 我試試用其他素裂 行不行呢 這個有其他素裂 每一項都有其他素裂 4 2 8 3 每個都做出來都是618 我並不熟悉數 我並不知為何 除了他那一項 原來其他都可以做到 1.618的黃金分角的數 留給有數學天分的 天文同好跟進了 說完說完之後 有些電郵說 除了黃金分角 還有一個叫做 Sulfa Vaiso 我說好 拿來看看 原來的Sulfa Vaiso就是這樣的 有一段長度的線 前面拿了兩個L 雙等的L 正反而來的S 怎麼計算呢 S就等於L除2.412 原來它可以整張… 整個線段很均勻地分佈了 S是L比2.412除 2.412是甚麼呢 1.412就是開封根治 2.412就是一加開封根治 開封根治是我們經常見到的一個數目 例如八角形的建築物 那個塔或者平房 一個長度是1 這個就是1加2 即是1.412 我們A4紙的長度 297mm 那個寬度是210mm 那個Vaiso算出來 對…在後背 210mm又是1.468 所以除了Vivor Vaiso以後 還有Gold Vaiso 不是…Corton Vaiso 我不想它了 但是它這個Vaiso 好像月光上面那些Multi-ring Crater 它們的雙輪兩個環的半徑 直徑比是開封根治 1比開封根治 這個就代表了 那些Vaiso也有時除了… 除了將A4紙的摺子之外 還掌管著地球 或者宇宙中一些常數 一些規律 那為什麼呢 要找人解釋 為什麼它們相論兩個環的 逆徑比是1比1.412 那又是 不僅是那個貝爾素裂 是可以得到這個數 我試辦用另一種素裂 又是得到1.412 留給有數學天分的朋友 解釋給大家聽 這個我不懂得解釋 為什麼除了那個素裂 其他素裂都可以呢 說起黃金 我也有一個黃金照片給大家看 1分剔過的影 電車路鋪滿黃金 想想為什麼 想不到的 說了之後問我 好了 最後這裡 現在回答多少 4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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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25 25 對嗎 對 對 說到差不多了 周文王被人抓去坐牢 那時候沒什麼做 他就把八卦慢慢變成六十四卦 六十四卦我就不認識 我只記得有一個 經常說潛龍蜜蜜蜜 見龍在天 見龍在野 當時被人困在坐牢 怎麼看到龍呢 我可以想想 在天上叫龍 就唯有東宮那條青龍 如果青龍在野 在野外 青龍物用就不要用 青龍在田 就躲在田上 我試一下解釋 可以嗎 七個星宿 青龍那七個星宿 在北方地平線之下 冬天還未上來 這個叫 就是潛龍蜜蜜蜜蜜 但是當季節轉移過去 就是那條龍已經升上了 東邊的田野上面 見龍在田 在田上面見到龍 就是利見大人 從京到了 見龍在天 又是利見大人 那究竟其他那些 群龍無首那些什麼 我就不懂解釋 我就認為 他在六六四掛裡面 是包含了 東邊那條青龍還未出現 所以大家不要 那麼勤力做事 蒼蜜蜜蜜蜜 繼續做下去 就找其他人去做 講到這裡 就要預告下個星期 講的內容 就不是重複講 講一些新的事情 講一下 如無門之秘 究竟是否因為西星 金星西大距 早上看到金星在天上 預告了 這個群武門 要殺起兩個兄弟的事情 有一個朝代下朝 究竟有沒有存在呢 我們就討論一下 最特別的就是 講十個天光六格 怎麼來 我花了兩年時間 才能做到它出來 大家如果有興趣 就看看我 對這十個天資的文字 解算是否正確 還有幾個字 自己、貴庚、辛苦 為甚麼呢 第五 我覺得 我們應該有一個 謀字的部首 去收幾個字 有幾個字 有幾個字 那棵神樹是怎樣的 那些人的突然大意 是怎樣的原因 為甚麼要打爛制物才燒 幾個字 清明 端午節 大家知道為甚麼叫端午嗎 不知道的 我告訴你 端午節就是講太陽 講太陽 你會想到甚麼呢 在五 在中午時間 太陽 你會想到甚麼呢 就想到它的影 它的影 有頭有尾 它的一端 日影的一端 中午的一端 其實是紀念夏至的日子 不過它是用舊月來紀念 而不是用西洋月來紀念 端午呢 其實就是太陽 在中午走到一端 走到那天之後 會回頭 用中午天文去解 就解到給你聽 但你查完很多書 看很多書 沒有人說端午是怎樣的 為甚麼叫端午 我就試試用天文學的角度 還有年三十萬 有聽過嗎 月光光照地陀 年三十萬 月光光和年三十萬 你有沒有想過有甚麼事 年三十萬 借錢還給你 見到月光還給你 有沒有月光年三十萬 第一句 月光光照地陀 唱了出來都不合理 如果大家有興趣 下個星期同樣時間 繼續跟你說下半部分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很謝謝各位聽這個講座 下個星期六位都是陳先生 繼續說下半部分 因為時間關係 都要加上場 出門口有問題的 想問陳先生 可以出門口外面 等一等陳先生出來 可以繼續跟他聊 不客人 請教大家 請教大家 好